北京时间8月7日,U18男篮要倾散连续进行,中国男篮继续狂升对手的脚步,他们100-52掉打了黎巴兰。 第一场,U18国庆就层118-27狂胜了对手91分,中国国庆全场民众率到达59.5%,对手民众率则是可怜的15.49%,另外第三节单节27-0,对手只有一节比赛得分上双,剩下的得分都是个位数。 来百方面中国国庆72-37领先,助攻方面31-3遥遥领先。 第二战队黎巴兰,国庆仍然打出了67-48的拉板优势和22-9的中攻优势,并绑的对手三分只有9%的命中率,还不如上一场的阿联球11%,两场赢139分,两个对手一共三节上双。 国庆第三节46分调打次勇士全场比赛,一巴们对四节一共只有24节得分上双,剩下的时间分别是拿到了9分,国庆则是半场领先34分,第三节再次打出一波流,单节28-9碾压对手。 过去两场,国庆第三节一共赢了46分,简直深似NBA勇士队的第三节一波流,两场比赛一共赢了139分,八节比赛对手只有三节得分上双,只有一个人拿到过10分。 这还是第四节京桥里节性放水的结果,南南国庆彻底扬眉吐气了,NOXV。